欢迎来到最在地的港独新闻 我是红玉文 今天是民国101年的3月27号 在高雄发生哪些重要大事 接下来的30分钟里头 我们要和您一块前往关心 新闻首先带你来看今天 有哪些新闻重点 高雄市政府打算拆除 就高雄港赞前的古作 文史团体出面请命 以行动剧的方式表达抢救老乌新生 呼吁市府保留这一片日治时期的建筑群 高雄市政府从去年开始推动城市花田 让公园绿地多达303公顷 参加行政院的创意城市万花筒计划 入围了服务品质奖 堪称行政机关一年一度的奥斯卡奖 为了帮走过办事祭祭 在水公园内的大水塔换新装 告诉政府广争创意 希望民众踊跃提供点子 让大水塔变身 有市民的参与 所以首先要带大家一块来关心的 就是哈马兴地区 在当年因为有火车站又紧邻着港口 也因此繁荣发展 成为高雄市早期风光的区域之一 如今虽然因为时空背景不一样了 不过在地方上 看得到当年的文化遗迹 有许多的老屋建筑群 是日治时代留下来的 只是在先前市府的一纸公文 指出三个月之后 这些老建筑全部都要拆掉 也因此引发文化团体 以及在地居民的重视 大伙集结在今天诚信抗议 不知喊出保留口号 为了保住大片哈马兴老建筑群 文史团体集结串联 和哈马兴在地居民共同演出新动剧 非常地紧张 因为我们的文史怪手的文史号出现了 象征老屋在遭到轰炸的烟雾四起 年轻人牵着在地长辈 表达保留文化历史记忆的诉求 透过网络号召网友 发起集体陈情行动 引发不满的导火线 就是这张市府张贴宣告三个月后 将要拆除的公文 老屋拆了准备盖的近视停车场 不安和不舍让地方上住了 好几十年的居民 再也忍不住对公部门大声咆哮 搞分这些资格都做什么 都做三个地方的公民 险西地方也没搞 这种的政府会没有在这里讨论 就是说三个月来买人贴族 这个地方是要有中华民国 就有的这些文化主战医疗 医疗就来问这 超过一百年 这有民国会有台政三年五年七年九年 原本要进行的丈量工作遇到陈情战缓 市府工程单位代表遭到来自各地 关心老屋命运的民众团团包围 现在文史团体各位网友地方的声音的反应 那现在文化局也都了解 召集我们府内的相关单位 会开一个会议研商 那基本上现在的这个阶段 大概就是说因为 那个属于文物保存的部分 所以文化局这边会来启动相关的机制 那就工程执行单位来讲 因为这是牵涉到文化保存的问题 那这个部分我们在工程执行的部分 我们就暂缓 在地方民意的强烈表态争取下 由市府释出善意回应 事关高丛市重要文化资产评估 和马兴老屋接扣的保存 暂时露出一线曙光 港区新闻员朱宇红 采访报导 透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 为了这些老房子争取保存的民众 大部分除了文史团体之外 就是透过网络号召的网友 而究竟这些老建筑群的魅力在哪呢 在抗议之后 他们也索性来进行一场老房子的导览之旅 但您跟着他们的脚步一探究竟 哈马仙临海二路和古原街一带 坐落着日志时代的老房子建筑群 位置在哈马仙火车站门户又紧邻港口 几乎是每一栋建筑物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他是一个台湾实业家 然后他是专门在做那个木材 就木材的生意 然后类似我们现在的那个建筑材料公司 他叫做佐佐木济缸 然后这个外表你看 我们家的外表 能够保持到这种那么洁白 已经将近83年了 然后据我奶奶跟我妈妈讲 我妈妈在跟我讲 我今年51岁了 听说他是从蒙古运过来的蒙古白沙 争取保留哈马仙老街阔 地方上发起的打狗文史再新会社 索性来一场老房子导览之旅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砖气泡 其实非常讲究 大家可以接近 接近那边来看 看得到的建筑群 是日志时代打狗地区 最早的现代化街道轮廓 不少建筑物的前身是老旅馆 或是高级料理店 散发出浓厚的老街氛围 看在争取保留的文史工作者眼里 或许繁荣的景象不在 却有机会再创文化商机 来重新整修这些房子 让居民可以在这边营业 吸引更多观光客 这样子的话 这个观光的一个商机是无限的 在日本时代是高雄的门面 那时候这被称为高雄的玄关 外地人出了高雄港站 这个高雄市场之后 看到的就是这一片商店 这边有非常多的旅馆 高级料理店 还有很多的像明治治国 配集所在这边都是 所以全台湾已经找不到 像这样子完整 是日本时代的一个商业区 老房子上 有在地人携手贴着 不拆不迁 守护哈马新的标语 期待是否能看见老屋价值 增加高雄市的文化厚度 从哈马新的这块老街阔出发 港都市公文员 朱宇红 采访报道 而关于这一次的拆除争议 文化局在傍晚的时候 也发出了声明稿 指出下午的时候会同相关局处 一块来了解现况评估之后 初步是决定要 暂时来暂缓拆除的工作 并且未来要朝下文化保存释放 广场的方向来进行营造 以上就是最新的消息 而接着我们要带您一块来关心的是 现在在高雄市县市合并之后 面积一下子大了十几倍 在绿地的营造也很有收获 现在在高雄市的湿地 又将多了林园区的一块 而由北到南加一加 现在高雄市的湿地面积超过900公顷 要展现高雄保护湿地的决心 在继永安协定湿地之后 高雄市的湿地累积了18座 不过这还不够 年底前高雄再拼第十九座 林园湿地 高雄市的湿地公园 我们现在高雄市的湿地公园 大概达到900公顷 那我们接下来除了室内的湿地 我们还有两个宝 就是永安湿地公园 跟切定的湿地公园 这个部分我们现在的公务单位 在这个部分周遭未来的看台 整顿自行车道等等 永安湿地会完成以外 那么切定湿地八十二公顷 也会在今年年底开始动工 那除了说我们高雄市整个合并了以后 有十八处的湿地以外 另外我们林园 滨海的地方也有一处 那一个海洋湿地公园 也会在今年 那一个十月左右会动工 所以切实 我们大概到了明年 整个大高雄会有十九座的湿地 那我们的面积大概会突破到950公顷左右 不仅要增加湿地面积 更要积极投入城市景观改造 从高雄整座城市随处可见的花田 就是最好的证明 还不负众望入围行政院服务品质奖 在一百年以城市花田 也就是说我们的创意城市万花筒计划 获得了第四届政府服务品质奖的入围 那这个政府服务品质奖 是行政院所举办的 也就是说这个奖 是在所有的行政机关里面 是最高的一个奖项 也就是所谓的像是奥斯卡奖一样 整个高雄市增加了 大概有303公顷的绿地 那么以这个面积来说 我们整个大高雄都市计划 已经开辟的公园绿地 儿童游戏场是大概1200公顷 那么我们一整年增加了 非都市计划里面的公园用地 增加了303 也就是让我们的市民 增加了四分之一的 整个公园绿地的空间出来 把环境脏乱点变成城市花田 把闲置空地变成休闲绿地 县市合并之后 高雄不仅绿地空间变大 城市景观变得更美 打造高雄为宜居城市 实至名归 港东新闻是孟府刘志散 采访报道 接着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大同医院自从用ROT的方式 交给高一团队来经营之后 转眼很快地过了两年的时间 在今天院方来庆祝两周年 也喜悦地分享成果 切下蛋糕 高雄市立大同医院欢庆 两岁了 两周年院庆 特别选在新权利的五楼空中花园举办 同时宣布开放使用 大同医院自民国99年起 以ROT方式由高一团队来承接 请宣会上除了高一董事长院长 小港医院院长等一届贵宾出席 卫生局也有官员住个 分享大同医院两年来进步成长 很显著 99年 的问题 大概13万人 到100年的时候 已经是27万多 那两倍的增加 接近也是同样 对1万6千的人 比3万3千的人 那个自传率呢 还是对50几% 变得60几% 官办明年大同医院第一年 成为高雄市第一间 通过评鉴特优的市立医院 第二年再度获得行政院 公共工程委员会 民间参与公共建设 金波奖及公益奖 医疗服务扩大 还大幅成长超过9成 受到肯定不适 没有原因 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是一个比较 旧有老化的一个社区 所以它的老年人口呢 也比高雄市的其他区域 要来的高 65岁以上是大于15% 甚至现在可能更高 那么我们有分析过 它疾病的形态 那只要是与老人相关的疾病 包括癌症 包括三高 包括慢性疾病 还有 这边很特殊的是属于一个交通药带 交通的这个药道 所以常常有一些车会发生 因此我们就针对这样子 去设计提供我们的一个医疗服务 颁奖表扬优秀医护 除了慰绕同仁平日辛劳 也勉励团队继续打拼 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港东新闻无知语镇警工 采访报道 通传普及 沉箱无距离 终于到了 师父说 医院中的病菌武功高强 哇 好功夫 休者一定要来一趟 我失常病毒 专长是攻击小孩 在下闪场呕吐腹泻功 可以教我吗 快跟手 新来的 坐要紧一点 洗水包 就能紧咯 先用肥皂洗手 我知道至少搓20秒 进出医院多洗手 消伤病菌的人离我 奇怪 说的要吃 我都不想洗 你看怎么 很漂亮就洗不掉 钱就像在放水 包装的口袋也不是 我那一款 你还用不乱 你每天忙来忙去 都忘了照顾自己 我当然要按时帮你缴 叫国民年金 让你细细有保障 而且现在自己只要缴60% 保障就有100% 还显然政府保障的40% 不太厉害了 我一直让你给他最大心 国民年金轻松缴 终身保障不会少 总共是200元 我要使用电子发票谢谢 什么是电子发票啊 就是没有纸本的发票啊 没有纸本的发票 那要怎么对讲呢 放心 只要上财政部电子发票 整合服务平台网站就搞定了 这么方便 要怎么申请呢 只要在该服务平台网站 输入结账载具的卡号与email 重奖时将主动通知你 若想捐赠发票 消费时与店家确认 或自行上网捐赠即可 哇 电子发票 不仅能减碳还可以做公益 太棒了 节能减碳爱台湾 就从电子发票开始 我是李嘉头 我觉得我们是一个 非常幸福的国家 在世界上 只有少数的国家 有这种样子的全民保险 许多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 像是有干净的水盒 有衣服可以穿 在许多贫穷的国家 这些都是遥不可及的 更别说医疗照顾 请珍惜台湾健保 健保有你真好 母乳是上天为宝宝 量身打造最完美的食物 从怀孕开始 妈妈的乳房 已提早做好了准备 为了宝宝永远不嫌早 产后哺乳的肌肤接触 享受亲情 乳汁自然及早分泌 亲密的哺乳 满满的幸福 请支持母乳哺育 爱与拥抱 是母乳的全员 欢迎回到最在地的港督新闻 我是翁玉文 在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要带你一块来看看的是 在经过五福路 还有光滑路口的自来水公园 一座蓝色的大水塔 势必让您留下深刻的印象 走过半世纪之后 市府计划要帮这一座大水塔 来换新装 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现在要来征求民众的创意 交给所有人来决定 热闹的五福路和光滑路口 一座像是飞碟圆盘状的水塔 省立在公园中央 无论是周遭的支撑钢架 或是顶端的除水塔 早已经不敌岁月流逝 出现腐蚀的痕迹 新建至今水塔历史超过半世纪 如今成为自来水公园的地标 为了赋予新的意向 高雄市政府打算为这一座 见证当地历史演进的精神指标 换上新装 除了透过举办征途活动 也希望市民参与随他改造过程 邻居当地向心力 当然它如果当作市中心的一个目标 是有一个指标作用 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 如果说发挥不大的话 应该拆掉 拆掉把它做成公园 应该反正这里就是要规划成一个自来水公园 应该就是比较符合大自然的一些 比较绿盎然的颜色 就是说像一些鸟儿或者是花草 就是比较大众化的卡通吧 所以就是主张是画卡通人物上的 对啊对啊 我觉得跟这个环保主题有关系的 会比较好 因为人家可以教育小孩子 以后要怎么样保护地球 所以主要是环保 不会想要画卡通人物 其实卡通人物 其实平常电视上就还蛮常看到 只是环保这个议题 电视上不太常看到 所以就建议就是画环保相关 对对对 无论是拆掉 画上风景 还是卡通人物 民众意见纷纭 为了鼓励市民参与 只要想将创意成为 这座地标新衣服的民众 3月30号前 都可以上高雄市政府的网站 参加征途活动 发挥天马行空的想象 设计随塔新造型 至于大随塔最后变身结果如何 也请大家拭目以待 港独新闻王思武 公卢瑶采访报道 带您来认识一位 即使身体有障碍 却永不放弃的石雕艺术家 他的名字叫做卢志松 卢志松从小罹患了小儿麻痹 导致双脚的行动不便 不过他靠着双手 精雕系组出来的石雕艺术品 获奖无数得到肯定 他甚至还自创了微雕的技法 雕出来的作品令人叹为观止 全国唯一以身杖者身份 获得台湾工艺之家殊荣的石雕艺术家 卢志松 曾获得 陈水扁总统亲自接见受奖 而自己的工作室 也获得台湾工艺研发中心的补助 将知乎 习服的石雕工坊 改造成为 舒适的作品暂时空间 2011年举行街牌仪式 高雄市长陈菊 亲自到场祝贺 因为他任爱泡茶和书法 所以卢志松创作了不同主题的茶具和宴台 尤其以石壶为最大宗 各式金雕细琢的壶具 无论是刻画动物 花卉植物等形体 皆栩栩如生 我小时候没有地方可以玩 经常就是跟着 经常就是只能在我爸爸的那个鱼具 堆放那个捕鱼的工具的地方 那边 我在那边看一些竹子被虫咬住的那种景象 想说我可以用石头把这个场景刻出来吗 这些竹子真的做的 有人认为是我去砍了竹子来做的 其实不是 这个是石头 它是石头刻出来的 把它接上去的 它是一根竹子 喜欢接受挑战 不以现况而置满 总会思考下一个要突破的课题是什么 就这样 它又给了自己一个新的功课 那就是挑战围雕的极限 一只石壶居然比一块钱硬币还要小 而且还能注入水 加压之后喷出了水柱 让人看了碳围观子 它突破身体上的不便 将冰冷的石头幻化成为极富生命力的艺术品 那还在一刻 咱们参加了背景 前面期间要打开 调整的筹刀 比铃之后 咱们参加了测赤的盐 commodities 明天在皇帝上适合做哪些事情 又有哪些小细节 要提醒您特别当心 带您一块来翻开农民力 明天是国立的3月28号农历的3月7号 适合做的是补桌还有取鱼 不要做的是安葬以及嫁取 数码11岁的朋友可能要特别当心了 以上提供您做参考 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如何 继续透过高雄都会气象台 和您一块来了解 高雄台南屏东地区多云时勤 气温是19到30度 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地区 晴时多云气温是15到30度 台北基隆北海岸桃竹苗地区 多云时勤气温是16到29度 宜兰花莲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地区 多云时勤的天气气温是11到29度 继续来看到紫外线指数的部分 明天北部中部南部和东部地区 都已经到达了过两级 以上提供您做参考 以上是民国101年3月27号的港独新闻 我是翁玉文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一切顺心平安 我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 下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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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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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止妇女受暴 二分之一力量的起点 113保护专线